原来妈妈的成年礼就是去了这个地方 等我来帮妈妈完成她的心愿 找到这位先生 然后问一下她 天皇星是不是都有极奏和极夜的 这样我除了可以看到这些这么漂亮的东西之外 还可以完成自己的成年礼 那就太好了 事不宜迟 马上出发了 没错 Aurora 决定跟着妈妈的步伐 由世界最南端 一直向北走 但中间要经过很多危险的地方 例如在南美洲这个大森林里 她遇到很多危险的动物 好像有美洲炮 黑海门鳄 大食矮兽 巨人食鸟蜘蛛 终于她经过南美洲 一直到中美洲 再穿过很高很高的山 慢慢到达北美洲的墨西哥和美国 他们坐上船沿着墨西西比河的河水 高高又低低 终于来到加拿大了 不过这里真是很冷啊 那些风越吹越大越来越冷啊 哇 这里真是很冷啊 难道我真的来对地方吗 但是前面的路越来越黑啊 我不知道究竟要走这边啊 还是走这边呢 怎么算好呢 有没有人可以帮帮我啊 啊 终于来到了啊 哇 在极北这里 不单只可以看到北极星 哦 还看到北极熊 还有北极人 为什么这里有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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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女孩 为什么自己一个人在呢 你好啊 你好啊 请问我是不是已经来到北极了 北极 当然啊 你来到极北了 在这里你打开双手 哦 右手边就是东方 左手边就是西方 一年365天这东西永远都不会变的 啊 你只要记住头顶这粒北极星 就代表你已经来到极北了 哦 但是为什么我看到天上的星星 不断地转呀转呀转呀转 变成一个一个的圆圈呢 哦 我想呢 你应该是看到星星的轨迹吧 我知道了 这些就是星星的脚印啊 妈妈有说过的 星星脚印 我记得是三十年前 也有个女孩跟我说过 我形容这些星星轨迹做星星脚印的 啊 这张照片很熟口面 你叫做 啊 还没介绍 我的名字叫做Aurora Aurora 极光 是啊 这个名字很好听 是我妈妈帮我改的 啊 不好意思 还没请教 Christia 挪威天文科学家 天文科学家 那你就知道很多关于天文科学的知识 那我可不可以请教你几个问题 没问题 请问呢 为什么天上面会有牛奶这么白的河流 还有为什么银河会叫做银河 还有天王星是不是也有极咒和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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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逐样逐样来好吗 好啊 我们首先先看看银河 嗯 嗯 请上来这里 好啊 只要一到夏天 你就会发现天上会有一个大的三角形出现 而银河呢 就在这个三角形里面流过的了 哇 好漂亮啊 真的好像牛奶这么白的河流 嗯 里面有很多星星聚在一起 它是天空中唯一的一条河流 哇 而且呢 我觉得这里天气很好啊 不像我住的地方那样 这么多光层住 什么都看不到 反而呢 这里每个星星都看得很清楚啊 等我数一下 我想这里有一粒 两粒 三粒 四粒 五粒 六粒 七粒 八粒 哇 这里有成千粒星星在这里 怎样啊 这里有上千亿万粒的星星在这里 千亿万粒的星星? 恒星 恒星啊 嗯 但是这样啊 太阳也是恒星来的啊 那这里不就有成千亿粒的太阳在这里 但是为什么我一点都不觉得热 反而觉得这里很安静 很舒服呢 因为这些星星全部都离我们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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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原来是这样 这里真的很漂亮啊 如果我有个相机可以拍下它那就太好了 有 你只要拿着个相机 对着同一个方向一个小时 你就可以拍到星星的脚印了 哇 太好了 多谢你的Christian先生 让我试一下先 我们下期再见